嗨,大家好,我是蹦妈 今天是初三的孩子在我这吃的最后一顿饭 在我这两年了,真的有那种 自家孩子出眼门的伤感 最后一顿饭呀,做个我最拿手的扫子面 也是孩子们最爱吃的 希望他们考试顺利,以后的人生顺心顺意 扫子面是我们家乡的特色美食 红白喜事都少不了 蹦妈用最简单的方法教您做最正宗的扫子面 先来做肉扫子 肉扫子选用五花肉,前腿后腿都可以 不过孩子们都不爱吃肥肉 我买的这块肉瘦肉偏多 其实做肉扫子呢,最好是三肥七瘦的肉 拦出来的扫子才香 把瘦肉和肥肉分开切 切成支架盖大小的薄片 扫子面的特色之一就是油药汪 锅里多倒一点油 好多朋友来肉扫子都是油热后直接炒 按照蹦妈教您的方法 您尝一尝味道真的不一样 油热后先不着急下肉片 先舀出一些油 锅里再留少许底油 倒适量的盐下锅炒一下 盐经过炒之后会把盐的香味提出来 再来打生姜末 我们西服的肉扫子除了辣味以外 酸味也是要出头的 就是要多放一点醋 再加适量的生抽和五香粉 我们宝鸡正宗的肉扫子都是不加其他的调料 你比如像八角呀桂皮呀 这些大料都是不用放的 只需要加上一点点的五香粉 在我们当地也叫调火面 锅里不用放油 把肥肉先下锅炒一下 干炒出肉的水分和腥味 肥肉扁出油后 再把瘦肉倒下去 把肉炒至变色后 加上料酒 再浇上料汁和刚才的熟油 蓝肉扫子一定不能加水 就靠醋和油慢慢的蓝 20分钟左右 这也是肉扫子最大的特点 以醋带水 油要盖住肉 这也是它能够长期保存的原因 再准备扫子面的飘菜 就是飘在汤上的菜 一般都是炸豆腐 蒜棉 黄花菜木耳和鸡蛋皮 这几样的都是必备的 然后将 coc of the brothel 铃铃铃铃铃链 煮刀 铜铃铃铃铃链 肉也拦熟了 撒上细辣椒面 要买那种最细最细的辣椒面 再加一点点的糖提鲜 先不说吃就看这颜色 估计也缠倒了一大片 上次呢就有网友呢 说要买我做的肉丧子 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 装皮发快递 这是炒好的底菜 姜豆 红萝卜和豆腐 开始枪汤 锅里少倒一点油 先把姜末倒下去炒一下 再倒少许的盐 翻炒一下 有点失手了 盐放的有点多 最后再浇上一大勺的醋 和五香粉 糖 味精 调味儿 宝鸡扫子面的做法其实也不难 调料简单 也很家常 您看到我主要都是用到了盐 五香粉和醋 多了炒锅和炒制的过程 汤和肉更入味 一勺底菜 一勺肉臊子 再撒上飘菜 酸酸辣辣的臊子汤就调好了 开胃又解馋 扫子面讲究一口香 一碗面里就挑一筷子的面 其实随随便便吃上一二十碗 真的都不算多 我们吃扫子面呢 都是不喝汤的 只吃面 你要不要试一试 看你能吃几碗 我给他们买了 每人送了一支钢饼 我就比较有意义吧 其他的东西 我也觉得理解 感觉又不实用 笔还挺实用的 给他们三个 每人一个 来 这个是杨涵制的 阿姨送你们 每人一支钢饼 好壮串 阿姨想不到其他的礼物 今天是你们这阿姨这 最后有一天吃饭 嗯 那个棉天不知道 他没想来 当然想来 来来来 打开 这个是那个是红鲜的 红鲜的 那是什么颜色 这个也是一个白色 西方吧 好看 嗯嗯嗯 那我来吃一下一下 冲刺 考上自己心仪在学校 好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嗯嗯嗯 来阿姨再抱抱你们 哈哈哈哈 你先 你先 哈哈哈哈 来 哎呀 抱抱我的大可爱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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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出来的敲击 这里对吧 温馨像个家 却不像是那种 给你摆几个家的醋 你把你放在 放在桌子里 那个胡吃 还不喝就行了 感谢 阿姨这两年来的 关心 和陪伴 然后 对吧 我也可能 应该不会叫我 难教成年代了 所以说 我和阿姨也算是 搞定了 哎呀 你说的这阿姨还 就感觉还是 他说到的人 还感觉些 有点难说 哎 以后 想到阿姨这了 到时候随时过来 好 嗯嗯嗯嗯嗯嗯 好 明天要中烤了 以后要吃一点 听见没 听懂 嗯嗯嗯 明天到了放 我也吃不下去了 哎 以后想吃了 到时候周末过来 阿姨 以后一个来吃 嗯嗯嗯嗯 阿姨 看着这个味道的吧 我为了会记住 最后一天见您是 我吃着魔术糕 然后按着电器门 看着您后再讲